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我们听到最多的是汽车 国内不少城市的地铁也尝试了自动驾驶 试想一下在350公里每小时的高铁上 应用自动驾驶又是种什么体验 近日中国铁路总公司称 2019年金章高铁将全线开通 2018年底完成智能动车的样车试制组装 试验验证和调试将到2019年上半年完成 金章铁路开创了世界智能铁路先河 智能装备 智能运营 智能建造在金章高铁上一一实现 智能装备 金章高铁用的是复兴号智能型升级版动车组 内装材料不是可回收就是可降减 绿色又环保 剪造降震 灯光自动调节 动车组舒适度升级 和其他高铁不同的是金章高铁的自动驾驶 在地铁上应用自动驾驶尚且有迹可循 在高铁上却是全球首例 高铁比地铁速度更快 环境更复杂 金章高铁的智能动车组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其保驾护航 实现了350公里时速有人职守的无人驾驶 想想就很带感 自动驾驶汽车已经没有了新鲜感了 自动驾驶高铁还是值得期待的 金章高铁起自北京北站 途经青河站 长城站等站抵达河北张家口南 青河站高铁和地铁并场 城铁 高铁 公交 出租 完美换乘 长城站是全球最深最大的高铁站 在八达岭长城地下102米 据说沿线的高铁站内都配备了智能机器人小秘书 既能导航又能帮忙运行里 这才是理想化的出城够智慧 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配套设施 金章高铁怎么可能少了奥运元素 金章高铁有着史上第一个 能直达冬奥会比赛核心区的高铁站太子城站 动车组有着标准龙凤城祥和奥运 瑞雪迎春两种涂装外观 金章高铁智能动车组的媒体车厢是全球最有特色的移动新闻中心 可实时直播奥运赛事 这是个科技创新飞速发展的时代 中国铁路是科技创新的小缩影 从引进到创新再到自主研发设计 中国标准已经慢慢成为引领世界的标准 浴水架桥逢扇修路 第二至第十国家总和都抵不上中国高铁的总里程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等 铁路搭配现代信息技术 今天中国高铁已经不逊色于任何竞争对手 德国日本等高铁强国也不例外 这次是个大手笔 辽宁号意外出现国际展台 引发全球关注 难道是中国有意出售航母吗 详情请关注强国军事微信公众号 回复辽宁号了解详情